MING PAO 講起就邪惡了 我和我女朋友出去買東西吃 買了一堆零食拿來看球 送一下酒 誰知道他拿了六十多元 就去買了一盒東西 是什麼呢 竟然是這個Hello Kitty的曲奇 你們都知道看球 一群朋友都上來我家看 如果看到HELLO KITTY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 畢竟這六十多元等同我最低工資兩個小時 我人生的兩個小時就獲給HELLO KITTY 不要緊 我自在看好不好吃 究竟這些這麼冷是精緻的曲奇 現在拆開試試看 現在先說外形 圓形鐵盒其實都普普通通 不過顏色都好像挺漂亮 適合女生 其實還有包裝盒 包裝盒後面有曲奇的款式 現在就說有五款 一堆鴨蜜的日蜜 但是以我所知應該是 朱古力味 應該有兩款 然後這個就是咖啡味 另外就是芝士 或者忌廉吉士的味道 其實跟角盒所寫的外形都差不多 還有一些 花紋都挺有趣的 不過我沒有什麼所謂 有沒有花紋這些東西 那就 看看有多少層先 即是幾元不是說笑 你只有一層的話 即是女朋友都沒有情說 即是要跟她問候一下幾句 那這裡呢 這樣看就有兩層 兩層即是 跟平時的家庭都差不多 都是兩層三層左右 然後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九格 每一格呢 有三塊 九三二十七 是二十七 二十七 有兩層 即是五十四塊 六十多元 五十四塊 即是差不多 即是一塊一塊 一塊 算是這樣 但是呢 好不好吃呢 現在就馬上試一下 那我喜歡吃朱古力味 所以就拿一塊朱古力曲奇 試一下 其實呢 其實呢 那個朱古力曲奇呢 我就吃不到它的朱古力味 但是呢 它這個曲奇本身都是 都幾中化一下 還有都幾有牛油味出來的 那再試一下第二款 第二款我都覺得挺有趣的 這個呢 很多花紋 這個應該是芝士 芝士的曲奇 它好像餡料更大 這個呢 其實呢 它的芝士味都幾濃的 這個 反而比朱古力好吃 這個 還有呢 它依然是跟朱古力曲奇一樣 都是鬆化 沒有吃過藍色罐 那隻曲奇的 然後呢 它就磨了 它整個包裝 或者每一塊曲奇 它都是有精心設計過的 不過它衰呢 就好像衰在沒有了 Hello Kitty的圖案 我覺得這個比較差 可能貴 貴在這個 鐵盒那裏 整個 Hello Kitty 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曲奇好吃的關係呢 我開始覺得 這個Hello Kitty 其實都幾可愛 那我 我現在好像有一點點喜歡了它